暑期加周末打卡博物馆成为不少人的休闲方式 位于辽宁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 馆藏两万多件珍贵文物 全面展示中国工业历史文化 如何玩转工业博物馆发现馆内亮点呢 下面我们就跟随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杨雪去看一看 杨雪你好 快来带我们打卡一下中国工业博物馆吧 你好 新宇 中国工业博物馆它的原址是水阳铸造厂翻沙车间 那么水阳铸造厂在新中国的工业史上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它曾经是亚洲最大的专业化铸造企业 累计为全国提供各类铸件有100多万吨 随着时代的发展 在2007年的4月 水阳铸造厂在胶筑完成最后一堆铁水之后 整体搬迁至了水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不过当年的翻沙车间是被保留了下来 在201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 那么经过几次的改阔间之后呢 成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工业博物馆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工博的铸造馆当中 在这里啊最有代表性的文物 要属我们手边的这两台大家伙了 他们的名字呢叫做十吨冲天炉 您发现了吗 它是一对双胞胎 那么单个炉体的重量呢就能够达到300吨 因为啊这个炉顶呢是开口向上的 而且呢每小时可以熔炼十吨铁水而得名 金属在融化的过程当中呢 铁水对于炉壁上的耐火材料烧损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呢就需要进行修炉 修炉结束之后呢又不能马上进行工作 所以呢就需要两台这样的炉体来进行交替作业 一替一天 因此就有了这样的一对双胞胎 那么正是他们呢在当年完成了 沈阳铸造厂的最后一次交助任务 从此他们就成了博物馆当中最为珍贵的 这样的不可移动的文物了 值得一提的是呢 我们所在的这个铸造车间铸造馆呢 也是2024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春节联欢晚会 沈阳分会场的所在地 那么借助春晚的这样的影响力呢 在今年春节之后 这里啊也是结结实实的火了一把 特别是这个暑假来临之后 这里每天都能够迎来全国各地的四五千名 这样的观众 其中呢也是以刚刚放暑假的学生们为主 为了让大家呢 可以系统的来了解中国工业发展的这样的成就啊 公博也是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那么其中呢 我是公博首会人这个活动 也是非常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大家看在我们的手边呢 也是有很多这样的绘画作品 这些呢都是参加活动的同学们 在参观公博之后呢 完成的这样的一些作品了 我们看到哈 一台台这样的大小不一 年代不同的设备 在同学们的笔下也是变得非常的生动 非常的微妙微笑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细节 就是很多同学都不约而同的 选择了这台机器 作为他们创作的蓝本 那么在铁鞋管当中呢 我们也是找到了这台机器的原型 它呢被称作是不普通的C620普通车床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机床是被称作是工业的母机 那么几乎所有的这样的工业品的部件 都是由机床生产制造出来的 车床呢 刚好是机床的一种 那么这一款车床 说它普通 是因为它的适用性非常的广泛 在当年全国各地的工业企业 都大量的使用了这台车床 可以说是非常有力的支持了国家的建设 说它不普通 是因为啊 它是我们中国人生产制造出来的 第一台普通车床 那么也是非常及时的 化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建设的 这样的燃眉之急 大家看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图哈 我国第三套人民币 两元面值上的这个图案 就是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的这款车床 在工业技术高速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 那么这样的一台车床 已经变成了博物馆当中的一个镇馆之宝 它默默的向来往的观众 讲述着产业工人 奋发图强 勇于创新的这样的中国工业的故事 那么在这个假期当中呢 还有近200名水扬的本地的小学生们 参与到工博小志愿者讲解员的活动当中来 别看他们年龄不大 但是各个都是讲解的高手 通过专业的培训和训练之后呢 每个小讲解员都可以会声会色的 向各地的观众来讲述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 那么在游览工博的最后一个环节 很多朋友都喜欢买上几个文创产品 在盖上专属于工博的印装之后再离开 仿佛呢也是将对于中国历史 中国工业的这段历史 牢牢的印刻在了心中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希望我们都能从博物馆当中 汲取前行的力量 获得新的启发与感动 好的 新语前方的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把时间交回给演博士 嗯 真的是百年工业一管揽进啊 好 感谢杨雪带我们打卡这座硬核的博物馆 谢谢 谢谢